新款的比亚迪7R油耗干到5升多让人骂爆炸了 但说白了熊的高速油耗5升多也正常了对于一台插混车来讲 你看看丰田的油混上高速他的油耗是多少 在世系里边能做到两升左右的油耗已经很变态了宝贝们 如果说2024年看了比亚迪5代DM上了之后 你知道最后悔的人是谁吗 就是21年之前选择了退网的曾经比亚迪赛电的老板 21年有了4代DMI 大家也看到了落地能在15万以内的混动卡拉和雷零 新能源车的层出不穷迭代更新 到现在使得价格上打冒烟了 无论你怎么评判秦R比亚迪的5代DM技术 除了几年前买完车的宝贝 现在准备买车的都应该感谢比亚迪吧 在10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那比亚迪是有定价权的 在国内他的混动技术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了吧兄弟们 那20到30万价格区间应该感谢谁 雷总 小米苏奇 30到50万这个价格区间应该感谢谁 理想 理想真就是把豪华品牌BBA的价格打下来的 如今有了这么些个优秀的新能源 才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燃油车价格的跌爆炸 燃油车价格的低迷 20年买一台宝马325的药业 落地需要花38万多 如今2024年买一台宝马5系新款525 现在落地也是38万多 觉得咱们应该感谢新能源的点个赞 说实话买完车的宝贝们 千万不要去看董车的降价榜这些东西 我真怕你添堵 前几年我买的二手车 我开到现在也赔爆炸了兄弟们 而且我在玩老车 老二手车 老破烂里边 修车前早已超越了车价的责任 说到这很多宝贝应该能欣慰一点 我是花钱买任职 买完任职分享给你们 我希望你们少赔钱 今年下半年是新能源的局赛权 也是燃油车的生死局 既然好就干 我每天会给大家分析新车二车横行 想要了解到底哪台车卖的好 可以打开董车力排行榜 选择销量榜 就能看到海量汽车的真实销量排名 好